下面一个重点的预发点呢 咱们来看一看逐语从句 逐语从句呢是名词性从句的一种 我们说名词性从句包含四大类 逐语从句 宾语从句 表语从句和同位语从句 因为逐语 宾语 表语和同位语呢 都可以用名词来充当 所以这四类从句发挥的都是名词功能 咱们通称叫名词性从句 这个逐语从句呢 我们看有哪些变化的要领呢 逐语从句 它如果追逐语从句的原来呢 它是个陈述句变化来的 那么这个逐语从句我们直接用that来引导 这个net的连词呢放在句首的时候呢 是不可以省略的 我们大概看一看例子 It is certain that she will succeed 这个女孩子会成功 这个事情是确定无疑的 这个逐语从句原来呢就是一个简单句 She will succeed 它是个陈述句吧 直接用net引导就好了 这个that呢在这一般可以省略 因为在句中 但net放在句首就不能省了 你像 then she will succeed is certain 她将成功这个事呢是确定无疑的 你如果放在句首省略that呢 我不知道上来这个she will succeed 到底什么成分了 是主句还是从句了就乱套了 所以放在句首 that不能省略 第二个情况 如果这个逐语从句 它原来呢来自于一般疑问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是否来引导 这是否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whether 一个是if 但是这个whether和if在这就不能省略了啊 这个whether if绝对不能省略 放在句首的时候呢只能用whether 放在这个主句后面的话 用whether if都行 但是放在句首只能用whether来引导 从句中用陈述语区 不能再用盗状了 一般疑问句盗状 但从句中用陈述语区 看一个简单例子 it is not knownwhether she will come 它是否能来呢 现在是不知道的 也可能if she will come 因为这个从句原来来自一般疑问句 相当于will she come will she come 它会来吗 在这用whether和if 注意后面 she will come 陈述一句 放在句首呢 就是whether she will come is not known 它是否会来 这个事是不知道的 这个不能换成if whether放在句首只能用这个现代译 好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咱们看第三个情况 如果这个逐语从句原来 它是个特殊疑问句 那么用原来的特殊疑问词引导就行了 这是特殊疑问词不能省略 就是你原来的特殊疑问词是什么 这个从句还用它引导 那么从句中呢 用陈述语去 这个放在句首跟放在句中是没区别的 你比如说 it is a mystery how the prisoner escaped 这个囚犯怎么逃出来的 这是个谜 前面it是形式主语 后面呢 how引导主语从句 把它放在句首呢 还是how 没区别 how the prisoner escaped is a mystery 放在句首 凡是把主语从句放在句末的 都是在前面加形式主语了 如果把主语从句放在句首呢 它本身就是放在主语位置 就没有形式主语了 就这么一个 这就看到 主语从句 非常简单吧 主语从句放在句末 前面加形式主语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 主语从句和编语从句引导词的比较 我们刚才说了 主语从句和编语从句都属于名词性的从句 它非常像 咱们看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编语从句呢 如果它原来来自于陈述句 那么就还用那顶导 这那一般都可以省略 因为编语从句一般是放在 畏语动词或者是介词后面呢 它一般可以省略 而主语从句呢 来自于陈述句 它也是用那顶导 但句首是不能省略的 你放在句首省略的话不知道主语从句了 对吧 如果一般畏语问句呢 一般畏语问句的话 在编语从句中呢 用wether if都行 个别情况下只能用wether 你像如果编语从句放在介词后 做介词编语 就不能if引导 因为编语从句可以做动词编语 也可以做介词编语 如果是介词编语的话 应该用wether 或者是在wether和if 后面直接跟or not 那就不能说if or not 只能用wether or not 后面再解从句成分 所以在个别情况下只能wether 而逐语从句呢 用wether 用if都行 但句首不能if 在句首只能wether 另外特殊语问句呢 一模一样 都是用原来的特殊语问词来引导 就好了 咱们看看几个练习 看几个练习 这个逐语从句的原型是 a storm is coming 暴风雨快来了 然后it is clear 很明显 我们要把暴风雨快来了 当做很明显的主语 什么很明显 暴风雨快来了 这个很明显 那么先把它放在这个句末 那前面it就变成形式主语了 这是很明显的 it is clear that a storm is coming 这个that可以去掉 它放在句中了 可以说it is clear a storm is coming 是正确的 放在句首呢 直接用它当主语 那个形式主语 it就没了 that a storm is coming is clear 这个that不能省 因为省掉之后 我不知道storm is coming 是主句还是从句了 对吧 好 这是陈述句 再看一般语文句 does he like it 他喜欢这个吗 it is not known 这是不知道的 我们用这是不知道的 当着句的主观结构 什么是不知道的 他是否喜欢它 是不知道的 如果把主语从句放在句末 前面有形式主语it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或者是if he likes it 注意陈述语句咯 he likes it 他是否喜欢他 怎么是不知道的 如果把他放在句首呢 这只能用whether了 不能用if了 whether he likes it is not known 他是否喜欢他 我们不知道 好了 这是一般语文句 最后看一下特殊语文句 特别简单 why did she fail the exam 为什么考试他不及格呢 这是特殊语文句 it is uncertain 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是不确定 那么这个要把它变成主语从句 它原来是个特殊语文句 变成从句还用原来的疑问词引导 如果把他放在句末呢 那么前面还是形式主语it is uncertain 这是不知道的 真正主语在why引导吗 注意陈述语句 why she failed 注意把那个did fail 换成failed the exam 为什么考试不及格不知道 放在句首还是用why 这个没有变化的 why she failed the exam is uncertain 当然形式主语就没了 这是逐语从句它的一些形式和变化 这个知识点跟老师就看到这儿